但是我现在不太敢说这些 为什么 咱们只能是新旧的对比 要论新 中国是最新的 怎么就不敢说 那个柏林机场好呢 我不太敢说现在 为什么 我很多话不敢说了 你可以说2号楼 3号机场 2号站 3号站 我坐飞机 我喜欢到2号 进人又方便 进去的时候也方便 我喜欢到1号机场 就最早的改革开放以后 第一个机场 但是我最喜欢的机场 我叫所有给我订票 人说不要订3号航站 但是你说这就是一种 你对什么觉得叫好 其实是有个价值观在这 争论不完 可是你的这个价值观 你比如说 我有一次去温哥华 我就发现加拿大的人 他很有意思 就是温哥华这个小孩 这个父母就说 这个孩子就是第二代的 出生在这的 说出生之后一回到上海 哇觉得中国才是繁荣的 好我们去跟人家说 我说欧洲小镇都不盖高楼 都是一个个的小旧房子 旧旧的 这多有味道 但是在孩子们的眼里 上海五光十色 他真觉得我的祖国 比我这强大多了 他确实有这种感觉 对 中国变化太快了 非常快 仅仅三十年前 就是所有我在纽约认识的 台湾朋友 香港朋友 都非常想到大陆看 来了以后都说受不了 机场一片昏暗 然后洗澡还没热水 种种这些 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 就中国满街会停满 停满小汽车 然后堵车 完全想不到的 二十年前根本想不到 你看我给你举一个 而且当然我过去说 我说这东西吧 就是硬件 咱们都比他们强了 现在软件 你比如说同样是个酒吧 这酒吧讲装修 比北京的差远了 可是唯一不同的 就是里头的人 以及酒吧里放的音乐 是西方的 我刚才说就是细节 这个精神 不是说音乐是西方的 细节 就是细节 但是我现在又觉得 就是说中国这种 比如说这种服务啊 包括也慢慢的 你会感觉到 过去中国是 效率低的代名词 可是我现在觉得 中国效率啊 并太得高 而且这种高啊 让我觉得 咱们有点肾的 你知道我昨天 我平常在北京 就是叫那个外卖 叫那个餐啊 送餐嘛 送餐你知道有那个吹 吹的吗 因为它没到嘛 我就我就 我就点了一下 这个吹餐 结果那送餐那个小哥 到门口拿来 把这个给我 给我这个劲给我道歉 说对不起啊 今天这个堵车 我就是完了 我拼命赶了 我拼命赶了 我说好没事没事 你走吧 我说对不起啊 我大小 二十多岁 大小伙子 是不是有 哭了 哭了 我说这为什么 我又没怪你啊 他有讲诚制度可能会 不是对啊 他说大哥你 你能不能把那个 催的那个锅 再按一下 我取消 我说怎么了 他说扣我三百块钱 他说因为你这么 催我一下 二百还是三百 我的娘啊 我点个饭才几十块钱 我就 我就觉得 你说这样 它服务业能搞不好 但是这个里面 是不是又透着一种 很有趣 很可怕 很邪性 把人逼到一种 早期资本主义的 这个快马加鞭 对 对 你说这个 不人性 徐类你 你现在 要是回到当 他们当年那个年代 你想去美国吗 大家现在 我 我从开始时候 就没有 没有那个 想去美国的那种 就国外生活的那种 意愿 那种意愿 就看看可以 就是说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 保守主义的 就是我去的国家 其实不多 但是有的国家呢 我喜欢的话反复会去几次 对探索一个新的东西 我会害怕的 那你说 现在的人 纷纷到美国留学 让孩子留学 这个方式还是好的吗 肯定还是对孩子是好的吗 你 你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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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 在 我觉得 我觉得是好的 怎么说 我不管你 觉得这什么话 该说不该说 我觉得是好的 好的 去外外留学 因为咱们这儿的功课吧 说实在是特别重 但是老师的教学呢 是缺乏细节的 就是现在 据我了解 对啊 所以那就是 那缺的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 就是我们的教学 信息少 其实 信息不快 然后呢 老师相对的来说保守 然后因为老师保守 就给学生们 特别多的压力 就是你必须得 好像表面上 在完成一些东西 排名排取 对 然后这个就没有真正 学到那个东西 因为你真正学到东西 首先你 最后你就不想再学了 其实你就会恶心了 要吐了 小孩就会有反叛心理 这样学习下去 而且压力太大了 就小孩的健康都会 我觉得 因为小孩要成长的话 他需要一个 一个健康的环境 快乐的环境 学习的过程 应该是快乐的 所以我想的 目前在国内的这种教学 它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研究的这个课程 课题吧 真的有点太少了 就是大学里边 做专行各种研究的课题 真的有点少 好 那下一个问题 就是送孩子去美国留学 那现在还觉得 留完学了 就留在美国生活了 这还是个好的路吗 这都无关美国 事关中国的心态 就是一方面 我们一直想唱衰美国 而且有点像 唱得有点像了 是衰了 另一方面 从来没有停止过 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是数量最高的 30多年前我去的时候 还比不上台湾 比不上香港高 也没有其他国家高 就30年后 中国高居第一 而且这个趋势停不下来 就是你们去想 趋势是有道理的 那么多家长愿意送去 现在都自己花钱去的 他们到那儿就泡咖啡馆的 吃很好的饭菜 跟咱们那几代留学生 他们不一样了 他不挣钱 可是他花钱 但是你看 为什么我这次在德国 碰见一个小孩 他就是属于从小出生 就是父母就到了德国 从小出生在德国的 他现在想的 就是他准备 他说我准备回北京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欧洲太不好玩了 就是对孩子来说 别说中国孩子 现在西洋人道观 想到中国来谋犯 这情况越来越不越 我觉得学完了以后 回来工作挺好 这个道观早就开始了 我昨天经过 我陪我父亲 从湖北水镇过来 经过密云县 密云县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 结果开车师傅的小孩的幼儿园 他老师是加拿大来的 就一个密云县的幼儿园老师 当然是高等幼儿园 已经是外国人在教了 北京市里的外国学校就更多 我见过很多到中国来谋犯的外国人 层次也并不很低 就是中国是找饭碗的地方 中国只是没有开放移民政策 所以情况已经在早就变化了 那你比如说 现在要再让你回去美国生活 你还有兴趣吗 还有兴趣 我愿意 就像他讲 那是非常人性的一个社会 很安静讲道理 但是从这次川普选举之后 你觉得还是很讲道理吗 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形态 不会有大变化 就是一个底线以上的情况 不会有大变化 但是国策一定会有变化 经济会有变化 比如战争情况 什么种种政治格局 这肯定会有大变化 但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每一任政府都在许诺 说我上台怎么样怎么样 变化都不是很大 还有更大的力量 在让美国变化 无论是他唱帅也好 怎么也好 从复兴也好 我就现在就我不懂了 我就刚才讲这国运 你们这感觉会不会 从这就慢慢 这美国就收缩了 就我们过好自己日子得了 我们也别那么道德了 管人家别人家的事 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经济 他早就说了 中国的经济眼瞅着 就是最大经济体 就要越过它了 超英赶美 至少在这个GDP的这说 应用不着超了 是啊 这是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大事 就是中国确实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了就 是啊 其实不是美国梦怎么样 而是中国梦慢慢在实现 至少前国梦 然后就在世界上有地位 就实现了 初步实现了 那你说美国梦是什么呢 美国梦就是 其实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东西 就是所有一文不明的人 也没有来历的人 到了美国 会能够过上好日子 有春严的日子 这个梦今天其实还是真的 但是川普讲的 你只要没有别的眼神 川普讲的不就是说 这事不灵了吗 对 他已经让太多人实现了美国梦 贫富加大了 实现以后 这就是个上公共汽车的理论 大家都想挤上去 但挤上去的人 最好下面的人不要上来了 这从来如此 就美国只是最大的一个空间 就已经容纳了太多人 早就说要驱逐移民了 里根时代就驱逐了 就开始移民很恐慌 说这下政策下来 很多人就非法移民待不下去了 打不正宫了 得驱逐了 可是我只看到越来越多的来 一直到九十年代 我打开报纸一看 头条就是金色冒险号 在长岛外面搁浅了 三百多中国非法移民 从床上跳下来 冰冷的水 移民局立刻把他们救上来 每个人一床毛毯 就散布在岸上 然后就按照他们的移民法 很人道 同时很严格 就分 只要你有亲戚打电话 就把你领走 你要没有亲戚 先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可以打牌 可以画画 可以干任何打乒乓 什么这些 然后就等移民局的处理 永远是这样 就任何非法的犯罪的行为 他们立刻进入法律程序 其实是很多人出来会画画 会叠什么小东西 什么这些 当然也愿意回去 这只熬在里面不好 我亲眼见过那样的人 而且有人很后悔 说我在福建都已经开车 有公司了 主要是村里面都会骂你 说你妈混到这样 还没出国 每家都要派一个出去 每家都要有一个出去 所以中国很多人出去 不是因为贫困和无路可走 而是一个面子 就到去了 去了发现美国不是这样 这过程早就开始了 不是今天才开始 你怎么说去了 我有一个朋友去美国去 然后看他一些老的朋友 老朋友甚至是过去的政府机构 民众的处长什么出去的 因为过去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水平 各方面的水平差的蛮多的 现在慢慢中国就是起来了 相互差距没这么大 所以我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他说最大的感受 其实就是最失落的是 这帮过去到美国去的那些人 因为他完全是没想到 中国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他原来比他差的那些人 或者是差不多的人 都已经做了很高的职位 或者是做了很大的老板 他们完全在美国 没有时间来到美国没 他们最失落的是这样的一种 但是回来之后 已经没有他们的机会了 年纪各方面也没他机会了 所以他们的心态特别就是 就没想到这种差异性 没错 前平了 当年的这个同学原地没动 对吧 我到美国奋斗20年 他们当时放弃了很多东西了 对 就是他的已有的社会地位 已有的这些背景都放弃了 所以你中国人去美国梦 你是想在美国成功 对吗 这个过程台湾开始得更早 我80年代见到不少台湾来的人 哀声叹气 说我大学同班同学 现在在台湾什么什么公司老板 年薪是多少 生日是多少 因为台湾当时还在戒严时期 大家不安全都想出来 就能到美国的也是佼佼者 但很快他发现他只能开个餐馆 甚至还不行 但是他的同学已经发了 他在台湾经济起飞后来 所以这个过程大陆只是晚一步 晚10年到20年 而且规模更大 我最好玩的记忆就是 30年前我出国前 只要来一个华侨 或者是从外面来的 全都晚上聚一块 你说这外面情况怎么样 我说现在我每年回去 主要任务就一桌桌饭吃过去 所有人都说你说大陆现在怎么样 北京怎么样 你说他们现在就是在外边的华人 还瞧不上祖国吗 没有没有 没有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网络非常非常重要 我在国外如果被人认出来 10个有10个说 我在枪枪三人行上看到了 对对对 这枪枪三人行自从联网可以华侨看到 你都不知道你在外面有多少观众 不管他什么政治立场 就是是 所有人都知道你 就知道你这个节目 就对海外很多人 我在海外比较火 但是就是你说的刚才有一点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你看中国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一切让我感觉到 好像要比他们强了 方方面面 但是这个你又总会感觉到 有些让你觉得 特别凄厉的一些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看见 那个松外卖小哥哭 然后那天我就看见 就是说你说这个讲道理 比如说你说这个在美国 不管怎么说他讲道理 那你看中国很多时候 是不讲道理发展起来的 比如说最近 这有个叫什么贾京龙的 就是就在我们石家庄那 一个就是这个叫北高营村 这一个村 好 这个来了这个党委书记 这个村长是吧 是个能源 确实改变面貌 改变面貌就是这城市化 说你现在一到这个北高营村 跟我们石家庄的大城市的 一个区没什么区别 楼房 因为他就拆迁 就是你的旧房拆了 我给你盖新房 但是就在这个里边发生的这个纠纷 然后就有一个叫贾京龙的小伙子 他其实也不见得他就占脸 但是他就是说发生了纠纷 他说我守着我的旧房 我就不搬 我甚至要在这结婚 结果他这旧房就给推土机 给推了 推了之后 他这未婚妻也不跟他结婚了 然后这贾京龙就买这个射钉枪 就有一天这个党委书记 在全村发表讲话之后 走下台 他就从他脑后一枪就打死 就前一阵刚刚最高法院核准 就说执行死刑 因为有些法学家就是说 什么不一定要判他死刑 就是倒下留人 说因为这个里边 他是被强制拆迁等等 但是最后还是给执行了死刑 我就是觉得 你看我们这个面貌变得 比美国那荒原可以说是高楼大厦 都多了 可是在这个背后 似乎又有一些 让我觉得特慎人的事情 不是说谁就一定对 太多了 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回到刚才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就华人担心的事情 就是说我是不是在这打工 或者我是干什么 我想可能还是一个 背后的生活意识形态的这个 这个一个东西 就是我必须得出去成功 我在国外 我必须得成什么人 我必须得买房 我必须得买车 我必须 他就咱们带着好多价值观出去的 就是特别累 可是后的这些小孩 比如说你第二代生下来 在美国生的孩子 他就没有这感觉 他就不会觉得 我一定要挣钱 买车买房 我就要享受那个 就更加享受 比如说我碰到一个妈妈 她就跟我讲 她说跟我说 这是又是音乐的事 他说我儿子现在就喜欢打DJ 怎么办 因为他是第二代 就是生在美国的 根本不想去好好的 就是学法律 或者当律师 或者当什么 就是想打DJ 这怎么办 怎么生活 而且呢 他说你能不能 你跟他谈谈 让我去谈 我就说 我就跟小孩说 我说的 首先第一 你是不是感觉到 每天晚上脚疼 因为打DJ会晚上脚疼 脚疼 你就是身体的震动频率 太高了嘛 我说的 你怕不怕 因为你特别年轻 你才二十多岁 他说我是阿姨 我是脚疼 我说你会脚疼 而且呢 你会身体感觉累 因为这个震动频率 太高了 你每天在这 如果你不觉得 这个是事 因为它是 那个高震动频率 对你身体 是有影响的嘛 你如果觉得没事 他说我没事 我享受 我觉得我 我是脚疼 然后呢 脚疼 那穴位嘛 就是 他说的那个 但是我享受 我不这样活 我觉得没法活 我说那你就去做 就是这一件事 我告诉你是个关键 就是你的身体 你只要不怕 你就去做 他就 现在这孩子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DJ 在美国 就是他就到处 在俱乐部里打DJ 这就是第二代的 中国的小孩的敌民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概念 很多家庭都有 老年人就会老在谈这个 咱们是不是这么挣钱 跟国内这么比 咱们这么挣钱 跟国内 就给自己特别多压力 可是现在小孩 是不这么想 就第二代 已经不这么想了 说实在的 中国现在小孩 也就 我希望 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这些孩子 也是能够这么长大 就好了 就想做什么 做什么 特别放松 那你说 比如说我们这次 在网上什么收集问题 还有人问陈老师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想问问丹青老师 就是说你 前些年 一直说美国好 说中国的教育制度 也有问题 孩子被扼杀 等等等等 他说 但是你看现在 出去留学的都回来了 对吧 全世界都看着我们中国的 美国 美帝国主义 你瞧现在都闹成特朗普 美帝国主义 感觉都该打内战了 对吧 你现在还怎么说呢 我投降 我现在明白了 闹了半天是这样的 我刚才说一说 他说我敢说我敢说 我一直明白为什么 我明白了 我不争 这些问题我不想争 那 你去英国上学 现在的目前 投降 这是意味着你 无话可说了 我不想争这个问题 如果你非要争我投降 OK 你如果这样 我一贯就是 你如果你认为是这样 OK 就你认为这样 就像你应该让我认为 我的观点 我觉得是这样 我就说出来 然后你觉得不是 你也说出来 那么我问您这么一个问题 假如说现在你的孩子 就是现在到了 要决定是否出国留学的时候 你在现在的这个历史 阶段 历史关头 你还一样让他去美国上学 甚至是定居在美国吗 会 我想会 他定居不定居是他的事情 是他的选择 但是我相信 我会跟30年前没有两样 就是OK 你想出去就出去 我鼓励现在的孩子 能出去就出去 但我不鼓励他们留下来 也用不着鼓励他们会回来 中国现在好起来了 跟我们那法不一样了 就至少物质生活 现在看这个见识 就是国际化的建设 是一个基本项 是一个基本项 而且我觉得其实 跟过去不一样 这么想法 我们把事情想得更简单一点 你生在一个河南的小孩 他肯定妈妈希望他到北京上学 河南还是河南 河南 河南 在河南的孩子 他想来北京上学 因为我就现在 比如说 在一个小县城 在陕西 陕北 特别的农村 他就想去延安上学 就是他觉得他去大地方了 那生在延安的人 想去广州上学 就是其实每一个家长 都希望那孩子 去更大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说 这么简单 我觉得不用去逼着那家长 非得把孩子送到国外 或者送哪去 就是小孩 就是离开你的身边去上学 肯定是在 比在你身边要好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独立的 就是他一个独立的 生长的一个环境 他自己去处理 他自己生长的环境 其实你可以去英国上学 如果英国太贵了 去苏格兰上学 苏格兰便宜 而我看到过 从苏格兰回来的孩子 特别有教养 特别好 就是其实他主要出去了 他就到了另外一个集体 到另外一个集体 然后另外一种语言的感觉 刚才不是说到语言的 那种语言的感觉 他就有对自己有一个对照 所以小孩回来的话 再回来的时候 他真的是变一个孩子 就是特有教养 我听明白了 我想是这么一个回事 就是说咱们这个经济 不管多发达 大楼不管多漂亮 但是这个人的教养 好像还是得到外边 长长见识 你早就明白了 同乡 同乡 好 到点 各地去美国 而且那个时候你记得吗 江门他们开的电视联系剧 北京人在纽约 那都是我的想象 我小时候就想象 千万里我嘴心着你 纽约既是天堂 又是他们地狱 三十多年前 最大的话题是冷战 然后冷战问题结束以后 刚刚消停几年 这个就这样发生了 是 我相信我看的 你看这个过程 你看三十四年前 李登当政的时候 是一个新时代 乐战也过去了 然后这个经济混乱 然后国内民权运动都过去了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